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最后答应美国缩减日美贸易逆差的一个方式 日本将会大量购买美国的能源 所谓的能源合作 第二个那就非常明确的要提高和增加F35的购买量 根据媒体的报道 原本日本是要买20几架 就日本说你买20几架 美国说20几架我都不卖你了 只有它加到了42几架 据说这没有得到日本官方的证实 最终F35的价格 这个数量提高到90架 价格现在看是1.8亿一架 这仅仅是飞机的价格 如果再加上维修 设备 各种算起来 大家认为一架F35的日本拿到手里大概是3亿多 对 很贵 很贵 F35研发就已经很贵 没错 它花了4千多亿 4千多个billion 那是4千多亿 那这些大家来分摊 也不是全是阿富阿达 有很多其他国家也有钱接着 对了 那当然了 因为F35当时研发的时候 是跟很多国家合作的 因为很贵 所以要拉很多人下水 一起来研发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说F35出来的时候 价格不会超过5000万 很贵啊 现在卖给日本 卖给美国军方已经一个亿了 卖给日本的1.8个亿了 对 不过在军事的观点上看的话 1.8个亿等于两架 等于两架换一架 我以它的性能跟功能来讲的话 也许不算贵 因为假如你原来要装备两个中队的F16和F18的话 你可能装备一个中队就够了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这个现象跟在军事的这些武器上面很常常发生 就是举例来讲的话 你些现在用的那些 那些那个precision weapon的那些制导炸弹 很贵 也是很贵 没没错 可是总结算起来的话就很便宜 因为很多任务 假如是用普通炸弹去炸的话 可能有两个中队的飞机 一个中队去炸 一个中队再空优 然后一个中队去侦查 然后搞半天 然后就被击落两架 死两个人 那这些很不划算 所以后来就研发这些很贵的制导炸弹 一发就可以把那个桥给打断了 这是在那个越战的时候研发出来 这个归纳出来的 所以人也不会死 那个飞机也不会被击落 所以相对起来的话 F35 假如它有性能能够这么好 它能够取代两架以上的普通的 现在这个次一代的战斗机的话 所以还是很吸引人的 谢谢大家 插一句话 原来韩国也是准备买美国的大黄蜂的空军型 他认为说F35不够成熟 腿又短 载单量又不够 你还是个单发的 他认为你什么都不合算 而且还那么贵 现在他变了 他说了F18还是不买 我还是买300 当然嘛 所以韩国一算 这个账算起来可能还是划算 对 所以当时设计的时候 好像有九个国家嘛 是共同生产 就是把一些里面的一些零件交给他们生产 然后这些是什么 像是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加拿大 日本 日本没有 日本是军售 日本以色列跟韩国 这三个国家是花钱买 那就比较贵 对 比较贵 那其他几个国家 是已经每个国家 好像有六个国家都已经先拿到几家了 那么日本 美国对日本很好 结果最后的生产线 除了在美国Fort Worth 它本身的那个 还有在日本它也设了一个 就是在日本能够最后由三菱重工 它可以组装了 它是实际上这个生产线是组装了 可是它最后的生产线 最后做成一个成品 从那边划出来 那已经做了四架 在Fort Worth做了四架 然后其他的38架 一共42架 其他38架会在三菱重工 它在明古 在那边生产 所以日本对美国来讲很忠心 那美国对日本也很好 那韩国现在也差不多了 说到日本 这次我特别注意到 日本购买美国的不是F35A 也不是F35B 而购买美国居然是F35C 严格意义来讲 F35C是航空母舰舰载机 对 日本买一个 它现在还没有航空母舰 尽管它有一个出云号 但是有一个直通甲板 对 作为一个直升航母是可以的 对 它并没有 我没有看到它放上弹射装置 对 F35C跟F35A比起来的话 航程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你是要在航空母舰起飞的 对 为什么 对 航空母舰的飞机跟陆机的飞机 差异其实很大 对 那这也是一个议题 就是F35是将近30年了 第一次又恢复用一种飞机的型号 三军通用 就是海军空军陆战队都通用 那这之前呢 美国的原来的一个很有名的国防部长麦纳玛拉 那个时候很强烈的主张 这是雷根的国防部长 不是雷根 是甘乃迪跟那个就是越战的时候 麦玛拉 就是他打越战的 他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那个推动 他说飞机就是飞机嘛 战斗机战斗机 大家一起用嘛 一个设计就好了 大家可以一起来共享那个设计 所以那个时候 美国的战斗机做了三军通用的是 第一个是F110 F110就是F4 F4C 鬼怪 那空军也用 海军也用 就在越战那个时候 70年代的用 那是50年代末期 60年代出去设计了 所以F110设计之后 下一个是F111 也是海军也用 空军也用 那F111 那个后来一直用到 波斯曼战争都还在用 那F110就比较出名了 那后来因为 后来美国的海空军飞机统一编号 就把它编成F4 F4 FANTOM 2型 那F4的话 那后来用了也是非常好的飞机 那这之后呢 那个军方就不干了 主要是海军 海军的飞机设计 它的结构也很坚固 因为在航空母舰起落弹射的时候 每一次弹射的时候 对那个结构都会有影响 尤其它的降落的时候 一拉一松 那个节奏 骨头就碎了 没错 如果你在飞机上面 那个坐飞机的时候 飞机上个车 再坐汽车的时候 汽车上个车 骨头都会碎了 所以那个飞机的结构 要非常坚硬 而且起落架也做得很坚硬 那相对的就是 这什么呢 就是拿掉了很多 能够携带炸弹 或携带油料的那个重量 所以空军不需要 那我干嘛要跟你讲 可是那个飞机的结构 是一个很基本的 那飞机结构不一样 它的飞机形式就不一样 完全都改了 那设计上就改了 所以一直 经过了F110 跟F110E 以后呢 就不再有那个 海空军一起设计了 那一直到最近就是 八年代后期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现在 在那个台面上用的 就是F35 就是后来就是重新再 三军再通用 而且这次 因为大概我想 那个技术材料 那些都比较先进了 都比较好 所以陆战队跟空军跟海军 而且还设计出垂直起落的 用向量退力的那个发动机 用在那个海军陆战F35B上面 那所以F35是一个很 很特殊 而且是一个很划时代的一个飞机 那性能其实是非常的好 非常好用 那所以才会这么popular 它将来做好几件价 2400架 3000架都做出来 而且可能这个数字还会 还会增加 那洛克星的马丁公司 从F16开始赚了大钱之后 那个F35也是一个不得了 所以当时 它是非常非常兴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战斗机 但是回到日本 日本定这个F35C 对 这是给海军的航空母舰用的 是的 而且它的结构上来讲 对 只有像刚才您讲的 只有一开始设计 为航空母舰用 起码结构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是有强烈要求的 对的 日本 你现在没有航空母舰 对 大家只能想说 日本未来造的直通甲板的 对 所谓的这种直升航母 它将会安装 对 这个推进器 对 来使得它可以变成一个 对 可以让F35C起降的 对 这个现象是什么了 英国也有 对 英国也有F35C 英国的 我们上次节目的时候 我就提到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 上面那个滑跳甲板 是双 不是一体的 不是跟甲板连在一起的 是可以拿掉的 对 所以那个东西 现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有伏笔了 将来把它拿掉 然后加装那个弹射器 然后F35C就能弹射出去 然后用拦截网回收了 那 那个日本呢 我想日本迟早也想要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因为中国大陆有了嘛 是 那日本没有的话很没面子啊 而且 你不要二战我就有了 而且我早就想有了 日本趁这个机会 要恢复它的国防力量 那不是说恢复了 要把它 它国防力已经很大了 不过就是要解脱了 要脱掉这个束缚 那尤其像美国现在对它的支持这么多 美国对它这是两个原因 拿着北韩 北朝鲜 拿着北韩 没错 没错 当然是一件事 当做一个理由 最好的理由 那是要解脱了 这时日本拥有了F35C之后 日本必然要有它的载体 那就是航空母舰 到底它是会把直通甲板式的直升机航母变成航空母舰呢 还是说另造航空母舰 这样以后大家拭目以待了 不过陈先生 说到航空母舰 我曾经在小布什时代 我记得小布什在登凯上任的时候 他攻击克林顿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你毁掉了我们军队 也包括我们Donald Trump这次骂奥巴马一样 你毁掉我们军队 说你看我们一个F18大黄蜂航空母舰的舰载机的飞行员 年薪才四万多块钱 他说这不公平 你有什么动力让他们在这工作呢 你必须给他们载工资 这还不算 他说你现在航空母舰很多都缺太多东西 说到这的时候 他特别指出一点 他说现在在很多专家说 航空母舰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是非常昂贵的 是空军飞行员中挑出最优秀的 然后再摔再选 问题是这样 航空母舰的飞行员也要经过培训 如果培训都用自己的舰载机来培训 这个成本不得了 美国 美国有一款航空母舰载量机是T45 还不是美国发明的 这是人英国的飞行 对 为什么美国用这么小的很小的飞机 对 而且是串缩了 对对对 很小的一个飞机 有什么特点 对 教练机很重要 教练机是培养飞行员的基本动作 任何技术 它的基本功都很重要 它所有的习惯 所有的 它的观念 都在它开始训练的时候培养 那将来要纠正很难 所以训练飞行员的教官是很优秀的 那所以世界各国对于飞行员的训练都很注重 那么美国很特别 美国的教练机 无论空军或海军都很旧 空军用的是T38 用了50年都有 50年都有 到现在还在用 现在才慢慢 大概是20年前就开始要换 80年之后就开始要换了 韩国人是在给它推销T50 对呀 T50 T50最好得过在选嘛 叫TX的Program TX的Program到现在搞了很久了 还没有把最后的飞机给选出来 美国的几个航空公司都想自己做 都想要 其实是几家航空公司来选择 现在回到讲新教练机的选择 那其实来竞标这几节 都是跟外国合作的 T50是韩国的 不是用洛克希德马丁 在旁边来合作 就像很多美国有好多次都是用外国飞机 然后挂着美国飞机工厂的招牌来竞标 因为外国公司不能直接来竞标 不是用美国来竞标 对对对对 那意大利的那个 现在叫Leonardo也出了那个来竞标 所以这个T38用了很久 而且T38以空军来讲到现在讲讲T38 最近17年没有多久以前还出了一个很大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百多个教官不要飞了 他的飞机太麻烦了 太旧 他主要是他的飞机上面的供养系统 哦对 没错 不 function 他就下不了飞机自己 对很麻烦 都有昏倒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有一百多个联名说不要飞的 所以就停飞了三天 然后后来复飞以后 就只能让教官飞 不能让学员来飞 那后来到了 好像到今年没有多久以前 一个月还两个 也开始十月 有一架失事了 在Tennessee坠毁了 那教官跟学员两个都砸了 那所以这就变成很重要的问题 那现在后续怎么样 下不断 因为飞机刚刚摔了 所以很迫切的 美国军方是需要新的教练机 空军 海军也一样 海军用的是T45 T45更像刚刚讲的 就是它T45原来是英国的英式 对 英式然后拿到美国来 然后是很落后很落后的一个海军教练机 而且是次因素 里面的航电系统都很旧 都是六零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设计出来 那当然有upgrade upgrade过之后 还是非常旧 那整体的 也不是那个fly by wire 所以在上面训练出来的飞行员 很难学到什么 因为很难再 马上就飞F35 飞F18 可是我想美国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都不更新它的 它的那个教练机 是美国很有钱 它的飞行员在教练机飞飞之后 它直接就飞战斗机 直接飞战斗机 战斗机他们在训练 在训练 所以它飞行员出来的素质还是不错 可是就花很多钱 对啊 它敢拿真飞机玩啊 对 他们钱太多了 他们觉得可能飞真的战斗机 实际上飞战斗机去训练可能很不错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最典型的电影《Top Gun》 对 直接飞了就F14 直接飞F14 直接飞F14来训练 直接那边训练就达到它的效果 所以 不过 Eventually美国的T45是必须要淘汰 因为太旧了 所以 T45有几百架了 对 好像有三四百架的样子 它要买也是买三百架 也是要买三百架 很大一个数量 是 因为它有好几个训练中心嘛 有三四个训练中心 在那边飞 它训练很多飞行员出来 那 所以 这个现象的话 大概不久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新的教练机是哪一个重选 那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韩国T50很可能会重选 因为T50 新的教练机呢 是必须要有几个要求 它下的那个要求是 第一个 是必须有 这种第五代战斗机的 这些里面的那些 那些主要的内容就是 它的要fly by wire 要有 最重要的就是 它飞行员在里面 management 就是它的 data resources management 要很熟练 因为现在的飞机 无论它性能 能够爬升率多少 能够翻滚率多少 都不太重要了 可是最重要的 还是里面的那些information 就是它的数据链 进来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那这些很难 在那个simulator上面做 它就觉得 新的战斗机上面 必须要有 所有能够 能够 他们practice这些 新一代战斗机的 这些 这些里面的 这些新的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 Lucky Martin 会对T-50 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Lucky Martin 设计的是F-35跟F-22 是它的飞机 所以它最熟悉 里面这些东西 所以目前是这样说了 不知道 但是呢 再跟大家说一些题外话 这个T-50 告诉你 是台湾人帮它做的 你信吗 整个台湾一个团队 去帮它做出了一个 汉祥公司的人 帮它做出来的 结果台湾没有飞出疯狂来 韩国飞出来了 当然了 除了T-50 没有中央我们不知道 因为T-50主要还是空军的教练机 还不是海军的教练机 海军的教练机 它还会有 有特别的选择 但是说到海军教练机 我特别注意到一则新闻 在前两天 大概在10月底的时候吧 大陆网友 post出一张照片 是洪都公司生产的猎鹰L-15 已经涂装成海军型了 大家觉得说 有意思 对 因为一旦涂装成海军型 那说明肯定 经过海军同意的 对对对 而且洪都这个教练机 现在已经卖到了好几个国家了 对 好几国家 人家买一个是有教练作用 另外一个 这就可以当战斗机用 对对对 这完全可以当战斗机用 他认为这个东西的性价比特别好 对 它是双发的 对 才卖1000多万 对 而且它的各方面的空气动力性能都非常好 对 对 海军尤其是中国航空母舰 现在 照目前看 对 中国在短期内最少拥有三艘航空舰 对 五年之内 三个航母战争群是跑不了的 对 你现在得训练上百个舰载机飞行员 你都拿歼15来做训练 那不得了 那玩这个成本太高了 您认为猎鹰15 所以说猎鹰L15性能如何 能不能成为舰载机教练机 对 猎鹰这个宏度的L15是非常优秀的飞机 只要比一点就可以把其他很多教练机比下去了 它是超音速 对 它超音速 它双发 对 双发超音速 而且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弹性 就跟您讲 它可以很容易就改成对地攻击机 对 那要改成海军的舰载机也不难 我想它有把它投装成海军 它就是一定有这个意愿或者是有这个默契 海军也需要有航空母舰的训练机 当然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挑来挑去 可能宏度这个飞机海军是很中意 因为它的性能非常鲜 它研发在后面 它比其他几块 它有个后发优势 在后面 而且它也跟雅克有合作 雅克130 雅克130 所以雅克130也是很先进 非常好的 那假如有雅克的合作帮忙的话 那这个L15 它性能难怪它做出来是这么好 那么另外有一点就是 雅克 那个L15里面的座舱 它的系统都是 跟现在第五代战斗机配合的 配合的 所以它里面操纵起来的时候 跟将来换到第五代战斗机去操纵的时候 是很容易 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优势 所以L15非常有前景 那就上个星期嘛 好像在杜拜航空展 L15也去了 也去了 对L15在那里 很多架很多飞机嘛 L15也在那里面 所以L15也是非常 要积极地要外销 要外销 很多飞机都那些国家 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便宜嘛 1000多万 而且性能这么好 所以我想将来的L15 它外销前景很好 那有一点我想 所有先进国家外销的飞机 都会打折扣 把新能打折扣 我想中国也是打折扣 所以这一点的话 不过再打折扣 那还是想要 所以L15 在积极推销之下 我想它前景不错 因为外销就有钱了 赚到钱回来 就可以继续研发下一代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在将来的航空母舰上面的 舰载机的训练教练机 也很可能就是L15在担任了 而且现在从目前看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 现在号称 已经是奇装满源了 那也就是说 它最少已经拥有24架以上的 这个舰载机了 一个航空母舰 舰载机一旦奇装满源 基本上就可以执行一定的任务 当然了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 在培养这种舰载机飞行员 你指望俄罗斯帮你培养 那是不可能的 美国帮你更不会帮你培养 你只能走自己培养的路 所以呢 好的教练机 对一个航空母舰 这个飞行员的培养 是非常重要的 休息一下